到底有没有六道轮回? 你的每一天都有可能在经历六道。 这里我说的是你每天的心理状态, 开心的时候是天道, 与人争执的时候是阿修罗道, 忙忙碌碌的是人道, 稀里糊涂的是畜生道, 穷而不得的是恶鬼道, 与火攻心的是地狱道, 所以六道全凭自己做主, 只在你的一念之间。 所以六道轮回其实是六种心理的状态, 天、人。 阿修罗是三善道, 畜生、恶鬼、地狱是三恶道, 所以我们都要把自己的状态往善道里面去修, 所以我们要修心, 要养心。 为什么要养这个心呢?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遇到过很多的烦恼, 红尘苦海, 红尘滚滚, 那你在这么多烦恼里面, 如果你不修心, 你就很容易活到了三恶道。 比方说你在地狱, 地狱是什么? 就是趁狠心, 每天发脾气, 你看地狱里面的人应该叫鬼吧? 他们喝水都是铁水上千度的, 所以喝下去呢, 这个心就特别的烫, 所以你有没有感觉你发脾气的时候, 这个心窝是不是很烫, 所以发脾气特别伤身, 要修心少生气,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地狱的状态, 恶鬼的状态就是贪心不足, 鬼呢他肚子特别大, 脖子特别小, 所以怎么吃都吃不完, 吃不饱其实就是因为贪得无厌, 所以贪得无厌的人的心理状态就是恶鬼, 那畜生是什么呢? 就是吃米像猪一样, 怎么说都听不进去,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啊, 那就是在畜生道里, 因为不学习, 很容易就被带下去了, 就变成了地狱的状态, 恶鬼的状态, 还有畜生的状态,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修行, 什么是天人状态, 就是每天自由自在, 风衣足食, 轻松惬意, 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修得天道的状态, 当你继续往下学习和修炼, 有一天你会超越善恶, 最后你会发现那些恶的东西呢, 它也是你的一种缘分, 你发正念, 它能帮你达到更高级的层次, 就是你的敌人, 伤害你的人, 有一天会变成你的贵人, 如果没有敌人的刺激, 你不会升华, 结果你升华完成, 就达到更高的境界, 你突然发现要感谢敌人, 因为敌人成就了, 这个时候我们就达到了一种一切境界, 一切人事, 好事坏事, 我们都能自在地相处了, 那你就超越了六道轮回, 这个就是大车大物觉悟的境界, 当然说起来容易, 做起来难, 所以, 古往今来大车大物的都是少数人, 让我们一起学习和修行吧。